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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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后面就有一个方法 点什么 create item 0的话是编号 从0开始 有点像是我把outlook启动起来 在背后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create item 你会开起来之后 第一件是你要记信的话 不是要按新邮件吗 create item有点像新邮件 0的话是第一封信 它从编号0开始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mail的物件 那利用这个物件做什么 你可以to to指的是你要寄给谁 那我就因为我的email 来源是在 去词是工作表 刚好我那个工作表里面 有文字的一家 里面的range 指的是我哪个储存格 b2的储存格 里面就有这些 我要的email信箱 那我就怎么样to 那cc的话呢 指的就是我要附件给谁 bcc的话呢 是我密件副本 应该可以理解 然后呢 密件副本给谁呢 给这个email信箱 这个email信箱是我的信箱 所以之前有同学回去都有练习 那他忘了把这个删掉 他就会bcc给我 我一看原来有同学在练习这一段程式 所以如果你有练习的话 你也可以bcc给我 也可以收到 然后subject是组织嘛 这是用VBI寄来的一个信件 body就是里面的内文 有没有内文 那你可以改一下 那另外的话有个attachment attachment意思说 我的所谓的那个什么呢 我要附加档案 放在哪一个路径底下 那路径你可以一个固定的路径 或者是什么这个整个档 这个整个档案的话 整个email的档案的话 就是activeworkbook.full name 指的就是我这个档案 顺便寄给那个人 ok就可以直接这样 那其他的话呢 最后加一个点send就可以了 他就帮你send出去了 那如果你要送一封信 他就送出去了 那如果你要送多封信的话 你就跑个回圈就好了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分别寄给这些这些 他就自动一直寄一直寄 所以之前有同学 就真的是去这样寄 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呢 就是他寄太快了 然后呢 被他们公司的制服器 被怎么样 当成是那个 有点像病毒 然后把它封锁了 然后他就说 老师我这个有困到 因为寄太快了 你可不可以寄一封之后 可不可以让他隔个五分钟之后 再寄第二封 有没有办法 其实可以哦 如果你要让那个 就是寄信 有没有 等五分钟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那个Excel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Application 物件 你把Application点 点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Wait 它就可以让你怎么样 让你等一下 所以比如说我们要插入 假设如果你要让他等一下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Excel本身 点下去的话 有一个方法 叫Wait 有没有 位置后面你告诉他时间就好了 OK 这样你就可以让他等一下 就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要记得下一行吧 或者上一行 马上回圈里面你放在其中一个位置就可以 但是你要需要给他Time 如果你那个Time不知道加什么的话 也没有关系 记得哦 像物件的使用 你要懂的物件名称点 里面所有的方法都会把你列出来 那其实有些我都不是特别去背它 反正要用的时候 我知道有个Wait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后面Time 要加什么格式 对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游标移到Wait 之后再按一个F1 F1是什么呢 就是Call Help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官方的那个相关的什么呢 说明档帮我叫出来 反正呢 我不会没有关系 我至少可以看得懂吧 位置 他说这边有个Time 对不对 那这个Time要怎么加 他说必要的 必要是一定要加 那怎么加 你会发现哦 他有几种格式 这个格式是 只等到6点23分 不对啊 这个好像不行 因为我不可能 每天等 记忆封信要等一天之后 下一个时间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等什么 等10秒钟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考底下 等10秒钟 所以你可以把这245行贴到你要的地方去 如果你要等10秒钟 就是在这边加10 那如果你要等10分钟呢 很简单吧 把加10放在这什么 放在这个mini的上面不就好了 如果你要等10个小时的话 你就把这个放在hour的后面不就好了 有没有看得懂这个意思吧 这是hour 有没有 这个是mini 这个second 意思是说 现在时间的小时分钟秒数 然后最后格式化 他就会帮你把这个等到10秒钟之后 再做下一动作 应该可以看懂吧 OK 你就把这段程式贴到你的VVA里面 他就会等10秒钟 所以跑一下10秒钟之后再做下一次 等10秒钟之后再做下一次 应该会吧 所以以后呢 有很多程式说真的 你说我为什么会 其实我都不是刻意去记 我就知道说 其实VVA他有固定逻辑 我其实只是了解他的逻辑 我即便我从来没写过那个部分的程式 那我还是可以把那个答案查出来 所以特别只有我刚刚这个位置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怎么样 把他打一个application 点位置 如果不知道怎么用 记得 F1 F1应该会吧 co help 答案就出来 所以类似的方法还蛮多 所以以后 教各位这个是我自己 独门的 平常会用到方法 这个书里面也不会特别讲 ok 那当然我也不怕各位学 我是怕各位学不会而已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你很多答案就是这样可以查出来 很多地方按F1 答案通通会有 这个好像前面有特别有讲过 F1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刚刚主要是放在哪 文字游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